好 现在宇昌案成为了焦点话题 在大选当中不断的发酵 当年也是宇昌生计成立主要人员之一的 中研院院长翁启慧也亲上火线了 他今天发表一个声明为蔡英文喊冤 他认为目前的舆论对蔡英文太不公平了 他说当年蔡英文是因为他 还有这个艾滋病的权威何大一 以及中研院是陈良博 在他们三个人的利腰之下 才会出任董事长的职务 他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赶快地在理性之下落幕 蔡英文中研院长翁启慧 还有艾滋病权威何大一四句投情句 四年前为宇昌生计大动作召开记者会 不过大选前宇昌案确诚争议 翁启慧有话要说 不愿面对媒体直透过声明 公开替蔡英文喊冤 翁启慧强调宇昌生计筹备时 当时成员有他和中研院士陈良博 艾滋权威何大一 评估之后觉得这项技术值得发展 而另外他也坚持在台湾生产AIDS的抗体药物 因为当时AIDS抗体的生产事宜 正由美国公司进行第二期的人体临床试验 而抗体材料也依照美国FDA的规范 台湾无需另外生产制造 文莫更强调就翁启慧了解 蔡英文在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期间 积极推动生计产业发展 而且卸任之后才在郁昌团队的邀请下 出任董事长一职 不过令翁启慧不解的是 当年智力医药开发原是美食一桩 为什么会因为选举遭到抹黑 认为舆论对于蔡英文太不公平 也希望宇昌当年档案解密的这一天 事件能在理性中尽快落幕